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着我 你不看别人能知道别人在看你啊 我们今天奖位积分 来 我们先看这个 连续函数一定是有原函数在里面 但是有原函数的函数不一定有连续 所以没有原函数的函数一定不连续 这个你一定要记住 大家快来看 学渣链上学霸 吃瓜好大呀 吃瓜好大呀 吃瓜好大的瓜 你看 是不是他呀 好像就是他呀 就是他 就是他 走 对对 你终于回来了 这到底是谁造的谣啊 对对 你先别着急 我们先弄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吧 江总 你可以啊 原来这次你是假公济私啊 怎么了老王 什么法官 自己看消灵台 都是劲爆头条 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啊 都是谣言对对 一切都是无中生有 你可千万别信啊 江总 你这照片拍得可以啊 手把手啊 还行 文笔不错 挺有内涵的 你这么淡定 就不怕人家姑娘不好意思啊 就是呀 也不见到是什么坏事嘛 对啊 你看我 想传都还没机会呢 不行 我找他去 师父 师父 糟了 快下来 江总 你去哪儿啊 我还没问完呢 怎么了 这么着急 快 出事了 出事了 有人传我们俩绯闻 是吗 谁这么无聊 就是啊 谁这么无聊 谁这么无心 无肝 无肺 无德 无耻 无尽 无精神 坏数 你跟我谈恋爱至于这么没面子吗 让你这么生气 无语 你这么无所谓 你还在有对你的态度 那你想怎么办吧 不行 我明天要想办法澄清这件事 怎么澄清啊 谁又会相信啊 你去论谈澄清 没用的 只会越描越狠 那怎么办嘛 别管他就行了 还有事吗 我上去了 你 江泽一会儿过来 你在这儿等他吧 我是来找你的 找 找 找我 我来找你谈谈 不是吧 他不会误会了吧 没带宝剑吧 你不用伪装了 我已经找人注意你好多天了 注意我 这么说不是我的幻觉 真的有人跟踪我 既然你已经是江泽的女朋友了 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戏弄我 很有意思吗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 我跟江泽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我很爱她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了 还有 我早就跟你说过 之前跟你补习都是老师安排的 不是我进水楼台的计划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顾着了是吗 我完了 你到底在干吗 你答应过帮我摆脱她的纠缠的 你难道不想恢复自由了 再说了 也是因为你才导致这场闹剧 不然她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你难道不应该对我负责吗 我 反正我们的绯闻已经传开了 何不利用此机会顺水推舟 将她彻底击溃 那你得早点跟我说啊 我好想一个万全之策 刚刚我也是随机应变的 算了算了 不能白喘一次肥蜡 昨天有点收获了 只是这代价 不会出人命吧 错错 你马上就能恢复自由了 还怕什么 好 那我就搏一搏试试 这件事情可是为了你 你可别说话不算话 放心 只要刘美在事件范围内 你就假装成我的女朋友 将她全部希望击垮 你便可恢复自由身 好 为了我的幸福和自由 我骗了 不过 你这副土包子样 怎么样才能让她针拿尔腿 本美少女哪里土包子了 像我这种学艺术的优秀美少女 每个细胞都散发着萌娜丽莎般的柔美气质 配你绰绰有余 这身行吗不行 还想起 你可别想叫我买衣服烫头瓣啊 无可没钱 我很穷的 我有 看这个好看吗 我觉得挺适合你 那我去试试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就买 这个呢 这个也不错呀 江总 给你发短信 与你在这见面 你答应了 我一直在这等你 你却带着他 短信是你回的 我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心里面只有你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怪不得你今天一直拉着我出来逛街 我 蓄谋已久啊 刘妹对不起啊 为了我的自由先委屈你了 等我脱身之后 立马告诉你真相 帮你一起斗渣男 你喊我来 就是看你们俩甜甜蜜蜜的嘛 你可真无耻 等一下 对不起 你带你一些 亲爱的 亲爱的 你不是说好以后的信息 都有我回的吗 怎么了 现在就回了一条 你就生气了 行了 这都是一场误会 我们走吧 他那么土 哪里比刘妹桥 亲爱的 他说我土了 我武情缺土 走吧 红英枪 形图装扮 都特别衬托你的呀 你怎么不说话你啊 是你 是你 是赖队队让你来的吧 我自己要来的 你自己 我来是跟你道歉的 上次是我做的不对 不行 我不接受 你还想干嘛 除了跟你道歉 我还想跟你说 我真的爱上你了 我这两天一闭眼 看见的都是你 是赖队队让你这么说的吧 不不不不 是我自己要这么说的 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吓了你 怎么了 那个刘美 她肯定会报复我的 不要紧啊 反正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的 对对对 你可得保护我 你可得对我负责啊 你怎么把这个给买了 我随口说的呀 这不正好 刘志给你当防戴因 我不能要 这个太贵了 你不喜欢啊 好 那我拿回去退责 算了 再回去 我怕看到那个刘美 但是 你这可得补偿我 你说怎么补偿 你要请我吃好吃的 我想吃炸鸡 汉堡 还有冰淇淋 走 好 你耍我 你耍我 我没耍你啊 我不是带你来买衣服 还好照我跟她凑着你 你 算了 吃人嘴短 男人手软 像我这么贪吃的人 平常是绝对不会只为了这五斗鸣而正要的 哼 这个周末有个高中同学聚会 你得陪我去 我是卖给你了 你不想早点完成任务 恢复醉 你 你这个东西我跟你 错错 你今生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能做一件对的事容易嘛 你就听我安排就行 你要刘美也去吗 不然我带你去干嘛 你跑到这儿干嘛 苏姐 你得对我负责 你可别瞎说 负什么规则 还嫌我绯闻不够 我不管 反正都怪你了 喂喂喂 你可别跟我表白啊 我对你可没兴趣 赖素素 我很严肃跟你说啊 我喜欢的是女人 是女人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我不是女人 不 我的意思是你还只是个女孩 自从你害我遇见她之后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经常梦见她 拿着大宝剑 追我是那倔强的眼神 还有怒气冲冲指着我是 醉酱难以摸 不依不饶 你看到没 把我们孩子吓得不轻啊 别担心 别害怕啊 她不会来找你 我不是害怕 我只是 秘密不忘 秘密不忘 我不管 反正你得帮我追到她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孩 哪见都那么美 大哥 咱们能有点正常的审美吗 就是 都怪你了 你可得对人家负责 兄弟 好兄弟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的情侣负责的 只是现在你不知道她心里想的都是你的 忘不了你 所以你得帮帮我 哥们的终身幸福 就靠你了 我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呢 她不是我前女友 她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可惜啊 原本周末的同学聚会 我准备带着我的绯闻女友去 正好断了刘美的念想 但是有些人呢 不愿意 对对对 对姐 大神 喜欢刘美你自己去追啊 你缠着我干什么 对姐 你不能这样 管啥不管蛮啊 那你也不能为了你的大宝剑 把我给搭进去吧 对姐 你和姜哥那不是假的吗 刘美死心我不就有机会了吗 你烦不烦呀 要追你自己追 对对 对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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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